為了讓慈濟智業加速升更美國的社會 慈濟美國總會舉辦 這個23年來第一次的全美同仁研熙營 橫跨了5個時區 透過高科技的視訊和用心規劃的課程 期盼美國第一線的職工和志工們 核心、核氣、湖外協力 能夠更快速的推動會晤 都在美國慈濟工作 平常也有業務上的往來 但對不同分會來說 這是第一次相見歡 全美同仁其實也不少 平常大家見面的機會也少 今天透過這些視訊等等科技 讓大家真的是彼此認識 全美有9個分會 160多位職工通通上線 這是美國慈濟23年來 第一次的全美同仁研熙營 澎跨5個時區 夏威夷從早上7點開始 紐約晚上9點才結束 目的在鼓勵同仁直至合一 不只是做一份工作 但視乎你的工作 是一個人生命的 你遇到挑戰和困難度 阿嬤 快點 我要吃冰了 阿嬤 對撫門使盡渾身解數 讓學員又小又動腦 促進同仁們工作技巧的同時 滋養慈濟人文 各部門之間以往都是埋頭苦幹 這次難得共聚 藉由四大置業分享 舒暢交流管道 先要去了解志工的所作 他們的所想 然後我們作為同仁才會更加深入的體會他們的想法 然後就做出更大的一些服務 共同來創造 營造一個更美好的一個家 慈濟就像一個家 許多同仁一座就是十五二十年 在這個家不僅要共同打拼 也要一同成長 大愛新聞美國綜合報導 那種是非常好